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慶 終於拿到神月安娜了 那不知道大家拿到角色了沒哦 在今天下午一點的時候 你只要場景二解鎖就可以 啊完成場景就可以拿到神月安娜 然後他技能裡面就有這個大炮哦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還有升級獎勵哦 好那就直接來看吧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他的升級獎勵哦 等級是技能好等級二等級三 那三等的話送了一張 怪獸特快列車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呃 卡牌名效果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 可以我方廠上一隻表測的怪獸發動 從額外牌組將一隻原本種族與表測 表示相同的怪獸送入墓地 此回合我方只可特殊召喚 以此效果送入墓地的怪獸 及與該怪獸原本種族相同之怪獸 呃 呃這個是把額外的 額外的怪獸丟到墓地哦 但我我現在看 不太知道這個到底是什麼玩法 因為額外的怪獸送到墓地 他是會有書聲限制哦 所以他張堆目的話 我不太知道這個玩法是什麼 所以如果知道的話可以跟我講一下 啊那這一張如果是 有搭配的話應該是蠻強的哦 好那再來繼續看下去哦 等級期塞了一個票券 我其實其實我覺得 他塞這個票券蠻 蠻垃圾的 因為說真的票券有一點 票券說真的沒什麼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人 這些卡都有了 那等級期送一個票券 然後等級時哦 一張等級時的船 這個我稍微看過啊 釋放兩隻眼色物就可以直接特招 然後一回一次可以選擇場上一隻手 背離為0的怪獸 並發動 然後破壞被選擇怪獸 並給予對手生命相當於該攻擊力 四分之一數值傷害 或四分之一啊 所以你把神炸掉 哎應該說如果這個攻擊力4000 然後索貝利領的怪獸 炸掉的話只能扣1000哦 他這個應該是 史卡是一半嗎 那到手游又再一半 所以四分之一哦 那 對方場上不一定會有 防禦力為0的怪獸 所以 這個這個 另外一個炸的效果應該比較難用到 他這次主要應該是拿來超亮 因為他 的神月安那那一隻打炮的是 直接超亮嗎 哇靠 現在新角色都會送票券 塞票券來騙過騙這個玩家了 我覺得票券超垃圾的 怎麼塞了一堆票券 你應該放寶石吧 怎麼會塞了一堆票券在裡面啊 之前的角色有嗎 這角色應該沒有塞票券嗎 不是放了很多新卡嗎 怎麼新的 新的塞了一堆票券來騙人啊 我我覺得這對新手並沒有到很好 因為有些人 會拿票券去亂換東西 會去換傳送門或是換任務的東西哦 那真的是太浪費了 那你又送那麼多票券 那其實很多新手也都會亂換 然後老手的話 這些票券的牌 他們基本上都已經有了 所以我覺得送票券真的是太 很爛 真的是超爛的 好 然後再來 呃18等也是送這個船哦 哎等一下我看一下 14等特塊列車第二張 然後18等第二張鐵達尼號 哦然後23等第三臺車 30等第三臺鐵達尼號 然後最後男十字星 所以只有 兩張牌各三張 然後一張男十字星 說真的我覺得這獎勵有點爛了 好那這張卡 我也稍微看過一下 把場上一隻表測怪獸 等級變成10哦 那 我記得神怨安娜 那你們如果有在刷分就知道 他有怪獸效果是可以直接變十星的哦 所以 這一張應該是 呃也是為了超量十階哦 但我覺得 或許這張還不錯啦 可是假設有出那種怪獸 可以直接變十星的話 其實也不用放這一張哦 啊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了 我覺得獎勵有點爛哦 兩隻怪獸各三張 對然後最後一個變十星的 是真的還好啦 沒有到很強啊 塞一堆票券 好那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技能哦 技能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級送的技能 絕對開始的時候 把 這些卡片全部放到排主 啊就是 暴走特級 然後儲雪機關車 生肌情急事 這些都放到排主 然後呢 把一張這個大炮放到額外 然後當我方呢 目的有兩隻以上機械主地屬性 等級十的怪獸存在的時候 就可以在抽牌 之前使用這個技能 只為了一張普通抽牌 將變成零時時刻表 那這個應該是額外印出來給你的卡片哦 從我方目的選擇 並以表測手背 表示特殊召喚一隻攻擊力 三千以上的機械主怪獸 應該叫這個吧 然後呢 一回合只可以發動一張零時時刻表 另外蓋牌的磁卡被送到目的場 可以從目的 啊 把一隻等級十機械主的怪獸 然後加到手牌哦 那他這個零時時刻表 是可以復活 應該是復活大炮吧 可是假設 假設手背表示 這個大炮的話 因為他沒有素材他也不能炸 所以感覺沒有很強 應該是拿來 應該是拿來復活這個啦 這個什麼深夜 深夜急行騎士啊還有 除雪雞啊 哎呦暴走特級應該是復活這一些卡片 然後拿這一些卡片來超亮 哦應該是這個意思啊 ok 好 然後再來看一下十三等的技能如虎天翼 好這不用看了 暴走列車 在此回合 我方通常召喚 十將無需釋放怪獸 此外在此回合我方通常召喚出的怪獸 效果變成無效 此技能只有在設定以下滿足條件才可以使用 技能只能使用兩次 有十張以上怪獸卡 所有怪獸等級 是四還有十 所有怪獸都是攻擊一千八以上機械屬地屬性 這個很明顯就是 為了超量那個 超量大炮 所以我們要等新卡包出來之後 新卡包裡面有那張大炮 我們就可以來玩這個技能 ok 然後再來 好再來我們就來看其他的技能 奉獻態度只可以在車輪戰使用 靠腰那這技能基本上沒有用 車輪戰也不是每次都有 呃普通抽牌錢可以使用 此為我方不可以抽牌 下次搭檔可以抽兩張 幹超垃圾哈哈哈哈 好再來是引擎輸出極限如不 選擇我方場上一個機械組地屬性 等階級史的超量怪獸 然後並將手牌 哦把手牌一個地屬性 機械組等級史的怪獸 填到他的下方哦 然後再此回合 如果超量怪獸攻擊手被表示 就可以直接貫穿了 然後那只怪獸會送目 那這應該是 這應該意思是 先呃假設你那個 大炮已經沒有素材 你可以舔一隻 然後先炸一下 再貫穿 哎這樣就很容易一回殺 這個技能看起來還不錯 好 然後再來是暴走哎這個介紹過機關連結 將手牌兩只機械組地屬性等級史送到墓地 直接送你一張機關連結 加入手牌 然後呃你要牌組呢 的怪獸只有機械組地屬性等級史 才可以使用哦 全部都要等級史哎 我那就不能放等級史哦 好那這一張卡是目的兩張等級史以上 的地屬 呃的機械族怪獸除外 並發動的場合 哦 請先將我放目的兩只 等級史或以上地屬的機械族怪獸除外 並發動的場合才可以裝備于 機械族退屬性怪獸 有點老舌啊 裝備怪獸攻擊力變為原本攻擊兩倍 哇呦三千變六千 裝備怪獸攻擊 首輩表示 給予對手相當於攻擊力啊直接貫穿 然後第二個效果只要此卡存在於魔線 除裝備怪獸以外呢不能進行攻擊 看起來還不錯哎 這個或許 這個或許有點猛 這個技能或許也有點猛 目前看起來感覺搭配起來也是 蠻容易一回殺的 好清晨特怪 我方生命值減少一千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從牌組 抽出一張機械族地屬性等級史 就這有點像那個啦 抽牌感知啊哈哈 抽牌感知的意思 然後呢一樣要三 排主要三張以上機械組地屬性等級 十二怪獸才可以使用這個技能 好爆走列車 哇他技能全部都是跟車子有關的 呃這個我好像講過了啊 這個就是不用釋放 好這個我們剛剛講過等級二十的 好 然後最後是超爆走特快 我方普通抽牌前可以使用 在抽牌階段 時代替普通抽牌 從手牌將一只可通招機械組地屬性等級 十二個人就這樣 補下送到爽唱 總之技能 然後將進入我方戰鬥階段 哦技能一開就直接戰鬥了 哇 那不就強制結束嗎 7 因為第二樓是沒有主接二的 你技能一開哦 他說你在還沒抽的時候 你就開了 啊一開呢 直接從手牌跳 哈哈三小 那就不能抽牌哎 不能抽牌直接跳 然後直接攻擊是不是 這個技能好像有點魯莽哎 因為你進入戰鬥階段 啊打完 那不就結束威爾了嗎 你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哎這個技能有點超爆走 有點太爆走了 好啦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技能 還有升級獎勵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多 那個關於車車的技能 我覺得蠻有趣 而且感覺搭配起來很容易 可以做一個超暴力一回殺哦 但是並沒有 泛用的技能哦 因為其他技能都是其他角色 原本就有 並沒有那種像 呃之前什麼其他什麼小鳥的技能啊 或是其他技能可以比較泛用搭配 其他的卡片的比較特別的技能 所以我是覺得 還行啊啊 幾乎都是跟那個列車有關的技能哦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要介紹到這邊了 喜歡點喜歡並且分享 希望沒有忘記訂閱YouTube頻道 每天喜歡留言留言不不方便 各位請問到就明天見 記得哦 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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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